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我心裡想說 我還是把那些同樣的照片故事 用最快的速度把它掃過去 然後那個講的笑話都是一樣 都是老的 你可能都聽過 但是呢 可能有新朋友 你沒有聽過 為什麼我要再把非洲故事稍微再講一遍 因為是跟我後面我覺得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是有關係的 但是我們還是先來讀我們今天的聖經節 我要來跟大家聊到摩西的帳 我們來讀《出埃及記》第三章第七、第十節 在這個slide上面 我們一起來讀 來 回答說 他們必不信我 也不聽我的話 必說葉爾华並沒有向你顯現 葉爾华對摩西說 你受命是什麼 他說是這樣 葉爾华說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實在看見了 故事我要打怕你去見法拉 使你和你將我的百姓 以色列人從埃及裡出來 好 我們在這邊看到呢 這裡有一個需要 上帝看到了他的百姓的苦情 需要被拯救 被釋放 從法老的手中得到釋放 我們看到這裡有個需要 當上帝差遣 上帝看到這個需要的時候 他差遣人 所以有一個mission 有一個使命 但是呢 回應這個使命的人 他其實蠻懷疑的摩西 所以呢 如果有機會再回去看 那整個出埃及記前面這幾章 你可以看到說 來來去去摩西 一直在跟上帝討價還價說 可不可以不是我 應該不是我 我沒有辦法 如果你知道這段故事的時候 你知道說摩西已經在曠野裡面牧羊 他當一個牧羊人幾年了 四十年了 他大概幾歲那個時候 八十 還有所有的理由可以說 上帝我不行 可是在這邊我們看到一個很妙的 上帝就問他說 你手裡是什麼東西 他說是帳 所以這是我今天要講的主題 摩西的帳 但是呢 我還是 我剛剛講的 我們來掃一遍這個非洲的照片 好不好 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做過一個 我人生最重要的一個選擇 是一個我當時以為的小決定 就是當兵 扶梯帶自願去非洲 為什麼我覺得這是小決定呢 因為呢 當兵嘛 去去就回嘛 只要有活著回來的話 這任何的決定都一定是reversible的 這種決定絕對不像 你要 決定要娶誰 要嫁誰 走哪一科 去哪個教會 對不對 這個決定只是個小決定 所以我就叫我爸爸去報名 他到區公所 公務員跟他講說 恭喜你兒子 報名這個一定上 因為全國呢 只有三個人報名 下了飛機 哇 這個滿地都是垃圾 遠看呢 以為是烏鴉卡在樹上 發現說 這是這些塑膠袋 那我們教會呢 就有些人捐了衣服 我想你可能聽過 所以呢 就叫小朋友去撿垃圾 然後就換舊衣 後來呢 各式各樣的衣服就湧入 是告訴大家說 以後不要捐這麼熱的衣服 好 做了很多其他事情 就是挖水井 這件事情呢 我回想起來 這是最扯的 就是呢 當時我的法文還不太行 所以呢 村民呢 村民家長 村長聚集起來開個會 然後他們送給我兩隻雞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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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些話 我大概隱約聽懂 沒有聽得很懂 那我回去就把雞吃掉了 後來才知道說 他送我兩隻雞 希望我們幫他們蓋孤兒院 所以呢 當時雞吃掉以後 就決定 那就只好蓋了 那天還要穿了衣服 叫做Just Do It 所以我們就來Do It 所以這個孤兒院 就後來 現在已經營運14年了 我們收了100個孩子 那第一屆畢業生 有人已經是大學 已經在念大學了 那這個事情發展到後面 已經超過我的控制了 我寫一本書描述這個故事 後來公共電視就打電話來說 他們要把書拍成連續劇 所以呢 他們編了三千萬台幣 找了二十個劇組人員 找了王小弟導演 就飛去那邊拍了四個月 在當地呢 因為太過落後 所以呢 他們找不到 接受過正式訓練的演員 所以在故事裡面呢 我的當地朋友 警衛司機 護士 醫師 同事呢 都是故事裡面的真人 意思就是說呢 只有男主角被換掉 換了一個叫林又威的 換成一個比較帥的 你看我躲在後面有點落寞的感覺 所以老實說這二十集連續劇 我自己都不敢看 但是我有上去演你知道嗎 有一天呢 王小弟導演就說 家家家 你一定要來探班 然後到了現場說 來 你上去 你要演牧師 我說幹嘛 那你劇本在哪裡 他說沒有關係 隨便你亂講 那我們就到了林良堂呢 在戲劇裡面要 他們在演我跟我太太結婚 因為真實的情況是 我從那邊退伍結束以後 就回來台灣跟我太太結婚又再去嘛 所以這個連續劇就演到說 男女主角要結婚在林良堂 然後我穿上西裝呢 上台 要演我自己的婚禮的牧師 然後劇中那個人叫做連懷恩 所以呢 他就叫導演說 隨便你講 反正你想到什麼 你就跟這個連懷恩講 對 那我記得我那天就講了一段 我猜應該是被剪掉了 我就跟那個連懷恩講說 你現在做這些事啊 好像大家都很鼓勵你啊 給你很多掌聲 得了一些獎章 但是呢 我希望你 你可以繼續跟隨耶穌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跟隨耶穌 但是你得到的東西是相反的 不是掌聲 是唾棄 是鼻翼迫斯辱罵 我希望你可以繼續走下去 那 所以應該是被剪掉 OK 那後來就連續劇嘛 那就開始有 我有寫書 然後很奇妙的就是 大概在幾年前有兩個出版社 不約而同的寫給我說 他們很喜歡我寫過一篇寫給我兒子的信 叫做誰該被派去非洲 所以呢他們就把那個文章 變成了小學五年級的國文課本 所以開始很多人 校長呢就叫我去演講 通常他們都做這個介紹 各位同學你們看 這個就是你們五年級課本的那個作者 你們看喔 他還活著喔 然後你參加過週會 你知道通常就會很想睡覺嘛 然後看到一個活著的作者 小朋友就會很興奮對不對 這是今天早上我在台大畢業典禮 他們叫我當演講來賓 那我講了六個yes 最後一個yes呢 我跟他們分享我的信仰 嘿嘿嘿 真高興 感謝主 好 我們回來主題 我們掃過了非洲故事只花了五分鐘 感謝主 好 摩西的帳啊 想像一下這個摩西的帳 他是一個牧羊人 他在曠野四十年 然後你想像中東那個情境 這個帳對他來說應該代表什麼 我覺得他會想到 看到這個帳會想到過去 因為通常那個帳是不會隨便換 要選一個最好 材質最好的木頭嘛 要用一次用四十年 會看到過去 也會想到未來 他會想到說 哇 因為用這個帳是怎麼樣 是用來趕羊群的 讓他們回家 趕他們出來 然後亂跑的話 甚至這個帳有個J型 可以把羊 如果被困在荊棘 可以把它救出來 所以大家看這個帳呢 他會想到未來計畫 哇 今年呢 我的這些小羊要再繁殖 要再交配 我的羊就會越來越多 我的未來 想到這個帳你還會想到什麼 我會想到傷痛的事情 因為他可能曾經要用這個帳呢 去打這個獅子或熊 要來偷吃這個羊的這些入侵者 他可能身上有傷痕 這個帳上面也會有傷痕的 還有什麼傷痛是他可以從這個帳想到 記得摩西他是在法老的家 法老女兒在皇室長大的 他看過權杖 他看過權力 上面是鑲著金子銀子鑽石的 但是他現在他坐在那邊牧羊 他看到的是這個髒髒舊舊的 也是一個帳 他想到是一些傷心的 傷痛的往事 當然也有光榮的事情 這整個四十年來他用這個帳做的事情 他想到這個帳也許也代表他的權力 身份在中東這個地方呢 權杖就是代表你的身份 但這個時候呢 摩西他的身份 他的identity 就是一個牧羊人 這個帳對他來說 也代表他所擁有的一切的財產 所以你開始想奇怪 上帝叫他去執行命令 那裡有個需要 有一個使命 有一個mission 然後摩西吵來吵去 不想去 最後上帝說 那你手上是什麼東西 意思說 摩西手上就是有他的過去 他的計畫 他的傷痛 他的光榮的事 他的身份認證 他所擁有的一切 我們一起來念這個聖經節來 所以要拿這帳 好行神蹟 上帝說我要用剛剛講的這些事情 所代表的這個帳 來行神蹟 來祝福別人 來帶來拯救 使以色列人脫離法老的瑕疵 這讓我想到一首歌 我非常喜歡這個歌 我等一下會 我不會唱給你聽 但是我會放YouTube 對 如果你年紀不夠像我這麼大 你可能會沒聽過 所以我還是 我就直接把歌詞的一部分打出來 他其實是當夢唱 他就說 主我把一切的獻給你 那這個獻給神的東西包含什麼 這歌詞呢 包括所有的悔恨 包括一切的稱讚 包括苦跟樂 過去的事 將來的事 還有那沒有實現的夢想 所有的希望所有的計畫 全人和全心 為什麼這首歌對我來說很重要 而且我要告訴你說 為什麼這個歌跟剛剛那些非洲的照片 是有關聯的 我的一輩子裡面 有幾次遇見神的經歷 第一次大一的時候 那時候萬國敬拜讚美學校 他們的定期聚會 都是在民生東路的圓環的活動中心 我騎著機車從石牌趕去那邊參加 有一天呢 我的機車靠近這個活動中心的時候 我就感覺 哇這氣氛怪怪的 好感動 上到樓上呢 才發現沒有人啊 那個PA的同工 因為我太早到了 所以同工他們還在裝音響 但是那時候我已經感覺到 那天的氣氛非常非常不一樣 那你知道那個時代呢 我們唱敬拜讚美的破冰的歌 跟你們現在唱的都不一樣 那時候我們大概都會先唱快歌 可是都是你們沒聽過 我記得呢 第一首歌叫做 讓我們來清喝 有聽過嗎 有 真的 哇 那我們的感覺比較接近很好 對 第一首歌唱下去的時候 我就哭到爆 你知道 姐妹被神感動的時候 是流眼淚的 但是弟兄如果一旦被神感動 有的時候是很不衛生的 為什麼 因為會鼻涕眼淚口水 一起 而且很吵 好像那個就是真的是在嚎桃大鼓 然後人家在敬拜 他們剛進來 所以非常非常的奇怪 為什麼這個人在大哭 所以 老實告訴你 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大哭 那是一次 第二次呢 是在我大六大七 我在當實習醫師的時候 又來到這個聚會 那時候我帶一個新朋友 我的大學同學 那一天呢 就唱了這首歌 唱也是很有人的學老師 他唱這個歌呢 我又開始 我又遇見神 然後我又開始大哭 那可是這一次 我知道我在哭什麼 這一次我感覺到 這個歌詞裡面想講的 就是我心裡想跟上帝講的 而且在那個瞬間 我在上帝的同在裡面 我真的覺得自己的生命 是一個很殘破的生命 我真的覺得自己是一個很不配很糟糕 我有很多過去的悔恨 有很多的痛苦 就像我們剛剛講那個摩西的障 有一些傷痕 那我這樣的一個人 還真的可以服侍上帝嗎 如果可以的話 真的很樂意的 把他全部給獻給上帝 上帝求你來使用我 所以這第二次爆哭呢 我其實知道自己在哭什麼 當然又一次 因為還是很噁心 所以呢我的同學呢 他一直在想說是不是要急救了 還是 因為他是第一次來教會活動 就看到這個是怎麼回事 真的要不要叫警察 還是現在有那個救護車是專門是精神疾患的那種 那你知道我跟我太太交往八年 但是後面四年是 他是護理系我是醫學系 所以他大四畢業我後來五六七 那三年我們是兩地遠距愛情 他在加州 那後來我在實習醫師嘛 所以其實是蠻痛苦的 那時候實習醫師的人權不太受重視 所以我常常需要半夜 就是護士就打電話給我們 然後我很兇 趕快過來抽血 然後睡到兩點就要從那個宿舍 我們在醫院還不一定有值班室 從宿舍這樣走走走 然後在夜藍人靜 然後看著星星 然後兩點鐘 然後有點孤寂 因為女朋友不在 然後呢又被護士虐待 要去擦管啊 要擦尿管啊 半夜病人怎麼樣 然後我記得好多次在那個 孤寂的兩點鐘 台北榮總的那個中正樓外面那一段小路 我在走的時候 這首歌呢 就會一直 魔音穿的 不是魔音啊 但是就是神音穿腦 它就會一直放 一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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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一年的時間 你可以想要一個歌在你的腦子裡 一直放 一直放 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當然是特別是我要安靜的時候 因為如果太吵的時候 如果平常在上班是很忙的 但是我一個人的時候 然後這首歌就會一直放 一直放 一直放 主我把我的生命獻給你 可以的話 可不可以使用我 這是大七 當我回頭看 我想 嗯 在那個時候一定有一個聖靈的工作 在我的心裡面 為了要預備我做一件事情 就在那個時候 我決定我要去參加替代役 所以那個決定 後來改變了後面 這所有的事情的發生 所以上帝用這首歌 跟祂的信息 這個歌詞 在預備我 預備我做什麼呢 我們來讀出埃及記第四章 第二十節 來 從 我們剛剛讀到第四章 的第二節 耶和华問說 摩西你手裡拿的是什麼 他說是帳 到這一節 摩西出發了 聖經裡描述說 他拿著神的帳 從摩西的帳 變成神的帳 中間沒有解釋 但是我可以 因為這首歌的經歷 我大概可以知道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剛剛摩西的帳 代表那一切 你的過去 別人的稱讚 你的美夢 你的計畫 你的未來 不論是苦與樂 你的挫敗 你的羞辱 你的一切的一切 都可以獻給神 都可以交給祂 來榮耀祂的名 當你把這一切交給祂的時候 你的帳 你的身份認證 你的identity 就改變了 你的帳 就變成神的帳 所以神就開始使用 一切關乎 一切關乎你的事情 你的腳步 你的人生路 你的配偶的選擇 你的感情生活 你的後代 你的家庭 你去的地方 整套的 套裝形成的 來榮耀神 來榮耀神 因為那不再是你的帳 那是神的帳 所以呢 你看後面所有的神迹 通通都是帳 不同的神迹 有不同的描述 摩西舉仗 擊打河裡的水 摩西仗 身在江河池以上 上帝說 升出你的仗 擊打地上的塵土 你向天生仗 你向埃及地生仗 你向天生仗 我查了十個神迹裡面呢 絕大部分 都是這個神的仗的神迹 第十六節 第十四章 第十六二十一節 我們一起來讀 來 這個地方我們讀到的是 最大最大的神迹 摩西向海 升障 舉手 然後 耶和華使用大東風時 海水 一夜褪去 水變分明 還就成了甘地 這個詩歌 其實我有聽 Don Moon他在另外一段影片 就是作詞的人 事實上 他又講得更深 他說 如果你真的在那個神的同在裡面 你真的很想要替上帝做一件事情的話 你會發現 你沒有什麼可以給上帝的 因為你的財幹是上帝給你的 你的錢財是上帝給你的 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給你的 所以你真的想要獻上一個祭 真的想要能夠為上帝做些什麼 說上帝我怎麼樣來奉獻 我怎麼樣來用什麼來敬拜你 你真正所擁有的東西 就是命一條 就是你這一個人生 就是你的人生路 跟關乎你人生路的所有的事情 我們再來讀一次 我們還是想再更深地研究一下 到底 摩西的帳 到底要怎麼樣變成 忽然被稱為神的帳 也許我們可以稍微在這邊看到一些線索 我們來讀第四章第二十節 來 摩西所改成妻子和兩個兒子 讓他們心上流回埃及繼續 摩西所已拿著神的帳 好 聖經沒有解釋說怎麼樣從摩西的帳 變成神的帳 只有就直接改稱呼了 但是這邊看到說 摩西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 叫他們騎上驢回埃及地去 我念給你們聽這前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從十八節 於是摩西回到他岳父耶特羅那裡 對他說 求你容我回去見我在埃及的弟兄 看他們還在不在 耶特羅對摩西說 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 耶和華在米店對摩西說 你要回埃及去 因為尋說你命的人都死了 摩西就帶著妻子和兩個兒子 叫他們騎上驢回埃及地去 摩西手裡拿著神的帳 使命跟需要在埃及 那是神呼召摩西去的地方 摩西順服了 摩西開始轉他的方向 他的人生的方向 往上帝要他去的地方去 他帶著妻子跟兒子是甚麼意思 還有驴 就是他把他所有的一切 他的影響範圍所及的這一切 都放在這跟隨上帝的道路裡面 所以那摩西的帳就變成神的帳 可以行神蹟 可以帶出拯救 好 帶著兒子妻子這個事情是 沒有說那麼容易 結婚到現在我跟我太太搬家17次 我當外交官 所以他們會把全家人 連小孩都拿外交護照 所以這一堆護照是我們全家人 我們拿過的 後來過期或是貼滿蓋滿 就剪掉再拿新一本 右邊這張照片呢 是搬家第13次吧 我從台北搬去花蓮 再從花蓮搬來台北 再從台北搬到南非 那在衡南非再搬到美國 兩年前我離開南非 來到哈佛念書 帶了四個孩子 學校要我們上網登錄保險 所以要填我的dependent 就是我的七小的資訊 填了太太的 填了大兒子的 填了我的雙胞胎 填完以後要填老師的時候 網頁自動翻面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我就打電話去那個 Amission Office說 奇怪為什麼我只能夠填四個人 那我還有老四啊 那我教我太太我們有五個人 為什麼都不能填啊 那哈佛大學這個辦公室就說 哇我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學生帶這麼多小孩來 念書 所以呢 我們的工程師事實上沒有想到 完全沒有設計到這個第四格 這第五格 所以就直接就跳到下一頁 對 對 各位請問我還在做這個事情 我 我還是希望我能夠用我的人生路 跟我的一切 包括我的家庭 我的後代 我的妻子 我的才幹 能夠來成為神手中的帳 所以每一個十字路口 你知道 這個歌是我人生的絕招 你知道嗎 對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我說你會遇到很多選擇 有的選擇是看起來很好 但是不知道會不會有風險 有的時候是很困難的選擇 選了不知道會不會有很多的代價 就是這樣 面對選擇的時候 我的絕招就是我跪下來 然後我的手機就放當夢這首歌 然後我就 我就再一次的把我的生命獻給神 然後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 做錯決定 不是最嚴重的事情 最怕是你的心錯了 如果你的心是對的 你做錯的決定 上帝可以把它拗回來轉回來 如果你的心錯了 一路走下去 你會選擇錯的道路 所以當我跪在那邊 我跟上帝說 上帝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帶領我 我現在已經42歲43歲了 我還在面臨選擇 因為上帝給我的人生路 不是直線的 不是像傳統的醫生 就是R1 R2 R3 R5 然後總醫師 主治醫師 上帝給我的是 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我還在看說 我要怎麼樣才能夠 更多的來服侍神 所以我需要面對很多很多的選擇 所以當我在選擇的時候 我在唱這個歌 然後上帝讓我想起 那個遇見他的那些日子 那一年在台北龍龍走來走去 然後我腦中不斷地放映這首歌的 這些日子 我跪在那邊 我就跟上帝說 上帝你讓我的心還是一樣 讓我還是很想要 用我的全心全人 能夠來愛你來服侍你來跟隨你 然後呢我從地板上站起來 還是不知道要做什麼選擇 但是就會覺得沒關係 會覺得很平安 我覺得OK 我的心現在喬對了 我的心現在不對 我喬一下 再把它修正一下 我確定 我的過去 我的未來 我的夢想 一切的稱讚 一切的悔恨 未來的計劃 還沒有完成的夢想 都在神的手中 不是我的帐 是神的帐 我確定這個事情就好了 我確定這通通 一切都可以給上帝用 都是上帝的就好了 然後就賴皮給上帝 上帝你就付選擇 所以我站起來 還是不知道要做什麼選擇 可是心裡很平安 沒問題了 我知道上帝會帶領我路 這是我面對十字路口時候的 選擇的方式 巴布德這塊土地呢 有更多神的帐 因為我們需要很多很多的神蹟 使我們兩千三百萬同胞 十三億的中國人 我們的同胞 能夠認識神 我們需要很多很多的神蹟 你願意把你的帐 交出來給上帝 變成神的帐嗎 這是我今天想要跟你們分享的信息 我們一起站立起來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 唱這首詩歌 什麼歌 我將自己完全掀上 我將自己完全掀上 一切的存在 无论苦与乐 都交托给祢 过去的事 将来的事 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 我所有希望 我所有计划 全人和全心 都交托给祢 主我献上生命给祢 用我一切尽力 来荣耀祢生命 主我献上一生给祢 愿我再美神情 能成为信箱国籍 我献上生命给祢 我想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人 你听过耶稣来过教会 或者甚至是第一次来 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 成为你生命的主 你听到姜哥的分享 你很羡慕 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耶稣为你跟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他乐意用他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来担当你我的罪过 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你要与我们同行同在 有多少人你说 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进到你的心里 但是你今天听的这些故事 你有羡慕 你有渴望 你不知道怎么做 姜哥想要在这边来帮助你 来跟你一起祷告 教你怎么祷告 来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中 所以待会我数到三 如果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人 你想要跟我一起做这个祷告 第一次邀请耶稣进到你的心里 当其他人都继续低了头闭眼睛的时候 我邀请这样的人 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 让上帝看见 然后再放下 举手的人我要跟你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准备好要接受耶稣 我数到三 你就请你举起你的手 一 二 三 感谢主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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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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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起手来的人 跟我一起来祷告 其他已经接受耶稣的人 我们一同开口来做这个祷告 我们来陪伴这些举手的人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敬到我的心中 赦免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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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我需要你 我承认我需要你 我承认我的生命是残破的 我承认我的生命是残破的 我有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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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不认识你 我不认识你 我希望你进到我的里面 我希望你进到我的里面 赐给我丰盛的生命 赐给我丰盛的生命 赐给我复活的盼望 赐给我复活的盼望 帮助我更认识你 帮助我更认识你 帮助我跟随你 帮助我跟随你 帮助我跟你一起 帮助我跟你一起 来祝福这个世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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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祷告 我这样祷告 就是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Amen 我们拍首相荣耀归给神